因為對我來說我是從小學習體育出身的 那現在做演藝工作 我覺得可以結合自己的工作 然後運用這樣子的影響力 來讓更多的觀眾朋友 或是粉絲朋友也好 來認識運動 來用更正確的方法運動 能夠這樣子來推廣體育 對我來說是 我覺得是最開心的事情 在平常自己會做男生運動 或多久開始有沒有分享影片 呃... 我的運動時間其實蠻不固定的 因為其實像如果一開始拍戲的話 時間全部都是劇組的 你也其實很難擠出一點點時間來運動 但如果是非拍戲時間 我一個禮拜至少會運動三次 每一次至少在兩個小時左右 那我喜歡游泳 我也喜歡跑步 那我也喜歡在健身房做做重訓 對就是我平常運動的喜歡 但我還是堅持一點 最好的運動叫做肩肩運動 有一些很多不管是在居家的一些地板的動作 一天其實只要運動十五分鐘 天天運動就是最好的運動 所以平常會 因為這個演員全長會不會嗎 我不會 我蠻孤僻的 對我做什麼事情都喜歡自己一個人 所以 看大家一起 你知道 大家一起 一起去運動 就會 就會 分心啊 或是會 或是會 想要再 反正我喜歡自己一個人 對對對 而且你們說的孫子也一樣 都蠻擔心的 對對對 真的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想再討論這件事 不然 標題都是李國藝拉肚子 李國藝什麼什麼什麼的 其實沒有這麼嚴重啊 就是 剛好 過年那段時間 剛好 務實了一些過期商品 然後 剛好又卡到活動 所以 抱著很不舒服的身體 去參加活動 然後當下對粉絲 以及對廠商都很不好意思 因為自己不是一個最好的狀態 但回去馬上看醫生 然後 馬上就好 但我必須要再澄清一次 我不是因為酒喝太多 而且 過年喝酒也剛好而已吧 對對對 過年跟家人喝酒也是剛好而已 對 真的是不小心吃壞店 但已經痊癒了 謝謝 那現在當賣場 就順便的買一下 揮身體健康 因為全陣子很用來 對 這是 其實我今天心情非常好 因為這是我 第一次在大賣場做兩種 對 我平常自己就很喜歡 逛大賣場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 應該可以在裡面 逛了兩三個小時 沒有問題吧 我什麼東西都很好奇 什麼東西都想摸一下 但至於衛生紙 我家裡還蠻多的 所以好像不太需要搶購 對 那最近那個新作品 還在哪 是 馬上在3月14號就要播出了 那最近也都會開始情跑宣傳 各個雜誌 電視節目 以及訪問 那 馬上就要播出了 我們很用心的拍了一部戲 希望 在3月14號之後 大家可以準時收看 謝謝 那這次的角色跟之前的角色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 有 這一次我嘗試了一個 比較奔放 跟比較活潑一點的表演方式 我應該是這部戲裡面 唯一一個在搞笑的人吧 因為這一次是稍微比較懸疑 比較燒腦 需要觀眾花一點點心思來看的劇 那 為了要平衡一點 我只好下海 做一些比較搞笑 做一些比較誇張式的表演 那我自己 其實還蠻享受的 因為 這比較像 平常的我 平常的我比較 比較 輕鬆 比較隨和 也喜歡 讓劇組有一個輕鬆的氣氛之下 大家來工作會最好的 所以 那這次也在 陳榮輝導演的幫忙之下 做了這樣子的表演 希望 讓大家看了 可以接受 對 那國藝就是在兩岸都有拍過戲嗎 對 因為最近好像說 就是片酬好像差蠻多 就你的 之前的經驗來說 真的兩岸的片酬差這麼多嗎 我這其實沒辦法的事情 自己想看看 兩邊的市場差這麼多 差這麼多 我最近也一直在學習這方面的事情 想到你是一個投資者 你就會知道 這塊DG你值不值得 你投這麼多錢 能不能回收 我相信這是 這是一個既定的事實 所以 對 這 就是這樣子 對 那有差到幾倍嗎 這可以透露嗎 差到幾倍 這 台幣跟人民幣的會差 差不多 差不多 我覺得這是 這是 我覺得我們台灣啊 自己要知道自己 自己擁有多少籌碼 我們自己擅長的題材是什麼 想辦法把它做大 而不是一昧的去 看到人家可以做這麼大 我們也想要嘗試 我覺得是 先要了解自己本身的優勢 我們借這個優勢 集合我們的人才 一起把我們 屬於台灣的優勢 再發揚得更廣大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大家一定要團結 包括所有的藝人 包括媒體朋友們 大家一定 我們通常都太 太容易說一個人的不好 好像很少 很少會主動的 幫忙我們自己人的戲劇 幫忙自己人的去做推廣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團結起來 我們一起製造這個輿論 讓外國 其他地方的人 知道 我們台灣有一部戲劇 是大家都在關注的喔 所以我希望 就是 無論如何 我們都要團結